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个声声不息新生代歌手还有安琪呢 这就是没搞清楚这个华语乐坛天后的由来 华语乐坛天王天后的概念主要是来自港台地区 大概就是唱片公司推出的歌手 当市场成绩非常好的时候 什么年度十大热歌颁奖什么的 港台媒体就会用天王天后来进行宣传 比如这个张学友歌神的称号 就来自1992年张学友的《真情流露》 这张粤语大碟 当年TVB主办的十大金歌金曲颁奖典礼 余真为分手总要在雨天班获奖 她当场授予她90年代歌神的称号 之前媒体本来就这样生产过 加上张学友是香港四大天王中音乐人成就最高的 整个华语观众也都认可 于是歌神就成了张学友约定俗称的称号 早期也就是7080和90年代的时候 港台地区的天王天后 这个只和市场成绩和媒体宣传挂钩 但对于音乐人和是唱作人和歌手不是那么明显 像香港四大天王是怎么会创作的 台湾省四大天王 齐琴 周华健 佟安阁 王杰 全都是创作人 2000年后香港乐坛就不行了 除了短暂崛起又去拍戏的谢霆锋 最终两岸三地公认的天王之星只有陈奕迅 其他像郑中基 方大同等都差了点 于是台湾乐坛就定义了这个时代定义的天王天后 关键是这个时代台湾乐坛封出来的天王天后 虽然也是市场成绩和媒体宣传挂钩 但呈现出一个精卫分明的现象 天王除了搞唱跳的罗志祥 潘美波自己创作较少 同时翻唱歌曲的比较多 其他顶级的周杰伦 陶哲 王俊杰 王力宏 林俊杰 这种自己能作词写歌得住 天后则基本是靠幕后写歌 像2000年后的四代天后 蔡依林 梁静如 孙燕姿 肖亚轩 其他天后张绍涵 王心灵 SHE等等 创作型女歌手戴佩妮 蔡建雅 张璇也叫过天后 但是就没那么响亮了 90年代和00年代 因为受到当时港台娱乐产业的影响 内地也跟风 有过天后 像内地女歌手田镇 毛阿敏 韩红 孙燕等 但真正公认的内地天后 还是去港台乐坛发展过的王妃 情歌天后 纳英 2005年 内地以超级女生捧出一票出色的素人 同时随着港台乐坛衰落明显 很多港台音乐精英就来到内地发展 这个超女快男 甚至好声音时期选出来的歌手 他们背后都有港台幕后精英 帮忙打造歌曲 声声不息 单一辰 PK严明熙 两位小天后谁更强一些 华语乐坛发展到2022年了 这个乐坛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 港台乐坛衰落了 内地一直没有宣传天王天后的传统 当然这十年乐坛水平不行 封什么天王天后谁又认可呢 前几年游号游号式媒体封了香港邓紫棋 台湾徐家营 内地陈丽之类的 大家还算认可 但是演并没有散开 主要就是环境变了 我们回到话题 为何单一辰和严明熙能入选 主要是他们年龄 出道履历 还有音乐定位挺符合 至少2000年过后 那种不会唱作女歌手的定位 也就是vocal歌手 单一辰2001年出生 2020年以中国好声音2020年度总冠军出道 长相甜美 声音极具辨识度 音语唱功 唱声都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作品差了点 严明熙2005年出生 她则是2021年参加香港TVB的音乐选秀 声梦传奇总冠军出道 同样长相甜美 音色有辨识度 音语唱功 唱声都不错 这个作品也都是些综艺上的翻场为主 还没有多少自己的作品 那么两位新人谁更强呢 就现在综艺表现来看 单一纯确实要强一档 当时官宣香港力推新人 严明熙过后 博光君也是立刻去补课了 听了严明熙在声梦传奇里面的 合集歌曲 这个歌曲涉及到国语歌 粤语歌曲 英文歌曲 还有唱条歌曲 基本功非常扎实 音色条件和英语都相当不错 而且因为他的外形条件和形象气质 还有一种个性强烈的 现代都市女歌手的感觉 单一纯在中国好声音2020的时候 风格偏向抒情歌曲 同时还演唱了些民谣 很受礼贱的欣赏 这个加上单一纯 甜美和偏温柔的外形 有着都市小仙女的感觉 但单独从唱功和演唱记忆的进步 单一纯还是略强 内地单一纯香港严明西 华语乐坛00后小天后还有谁 那么为什么安琪不是呢 安琪是偶像团体选秀出道的 这几年闹得轰轰烈烈的偶像团体选秀 除了唱跳商费的杨超越 安琪不错 但不是顶尖 甚至没能达到男团蔡徐坤的程度 安琪这种偶像团体的女成员 未来在个人歌手领域 只怕很难有巨大突破 如果安琪都可以 那蔡徐坤简直就是天王巨星 这几年偶像团体选秀当中 步伐外形 音符和唱功都不错的选手 像女团 顿奈除了安琪 另外还有走嘻哈的谢可寅 其他选手都是唱跳选手 天花板 就是蔡依林 以中国偶像产业的情况看 太难了 现在有单一纯 严明西和黄霄云三个人 那么还有没有第四个人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了 如果真的要找 除了上面列举的偶像团成员 嘻哈选秀 素人选秀类女歌手 我个人还知道不少独立女歌手 00后小天后来袭 华语乐坛早就没有天王天后了 看到邓紫棋和徐佳寅 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了 2010年后最初挑的女音乐人 都是自己会创作的唱作人 自从唱片时代崩了 港台幕后精英老去 同时还探上流量经济 这个音乐环境 这个纯粹的歌手就很难出位了 至于内地的选秀出来 懂创作的张雨琪 懂很多嘻哈和会创作女歌手一样 那就得看他们谁能选创出 一大堆优秀歌曲了 当然我个人还知道 很多优秀的独立女性音乐人和乐队 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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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